以前我跟他在一起時 跟我女朋友 當時未老婆 我經常脫帽 他經常罵我 但沒辦法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我做了一行 我太太很生氣 為何他生嬰兒 我都不在旁邊 沒有人上班 因為在星期六 通常他們跑馬 星期三 星期六 他們跑馬 所以我就在Newsroom 印象最深刻的採訪 當時是大院 即是現在在八德山街的大院 商場突然有煤氣爆炸 有死傷的人 我們在現場 剛才有士多布肯 讓我借電話 我停電了十多分鐘 接著人們做訪問 第一時間駁回台 可以馬上出街 當時在商台嗎 在商台 當時印象中是七、三年的暑假 暑假前一時 當時我還好笑 何再知跟我說我請了人 當時我請了一位師兄 陳家業 在TVB工作 做了之後他不開心便去商台 打算做未來的新聞部主管 當時本來是謝志民做新聞部主管 謝志民在暴動時負責時事專輯 但後來聲明做節目做總監 所以騰空了新聞部的頭 當時找了吳鳳榮做演戲 但吳鳳榮演戲也未必不是他做的 但他以為我們的大學生來 一定是讓我們做的 所以他不是那麼積極的 所以剛才我說去大院那個 為何有機會我第一時間衝去做呢 因為很簡單 沒有人上班 因為在星期六 通常他們跑馬 星期三、星期六他們都跑馬 所以我就 因爲我在新聞部主管 所以立刻自己開機去做 另外有一次就是 九龍大停電 又是晚上沒有人去做 本來當間那位好像陳家業做的 當時打算他去做 但他又找不到他 找到他便說何再知 何再知叫我 他找到我 他說沒有人上班 沒有人去做 你快點去做 當時應該是晚上十時 但收台是十二時 當時是十二時收台 但你那天是沒有上班的? 我放假了 我放假了 晚上我睡了 突然間叫我 當時我們家裡有一個 乘客機 大家每個人回家 就拿著等待機 我們馬上去坐 當時海底水道剛剛通了 沒多久 因為七、三年才通 我們就完善看到的情境 走到報道 然後叫司機等等 有人就做訪問 可以做到二、三十分鐘 去到台後 即是趕著還沒收台 就立即打算報道出街 給何再知有很多印象 所以很簡單 當轉制的時間 叫我準備一個文件給他 怎樣成立一個新人報 我便搬回廣播道 由德基立街的德基大廈 當時的德基大廈是何作枝有份的 所以他有辦公室 便搬回廣播道 我便搬回廣播室 就七、三年 所以不夠一年 我印象深刻的聲音 做主管時 剛才我兒子出生那天 又九、一、一 很好笑 又九、一、一 很吻合的事情 所以我太太很怒氣 為何他生嬰兒 我都不在旁邊 要我的弟弟 帶他去馬里醫院生嬰兒 這情形就是這樣 有沒有後悔 都沒有 沒有辦法 我這行就是這樣 你講上以前 我跟他在一起時 跟我女朋友 當時沒有老婆 我經常脫底 他經常罵我 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但很奇怪的 當你做了之後 就好像吸毒那樣 不會不離不棄 很難撇掉他 不想再做 很奇怪的 不知為何 可能又不是異生俱來 我開始讀書時 沒有想過做新聞 甚麼都沒有想過 亦是運運學和現在 完全沒有目標 跟現在的學生沒有分別 你說你做甚麼 我也不知道做甚麼 你又怎麽讀我讀歷史 因為我成績陪考慎 OK 我喜歡歷史 就是這樣讀我歷史 後來不讀歷史 剛才說了為甚麼 然後做新聞 讀的時候我都未打算做 但是一做之後 然後就 為何我喜歡 原來我好像港台做訪問 做了兩個訪問 又賺到錢 不需要想太多 亦都可以坐定定 我又不喜歡坐定定的人 所以我又覺得 相當不錯 說說話就可以賺到錢 所以就用這個方式做下去